兩球賽! 有沒有準不準 我做了雙殺手臂 喔齁! 恭喜冠華隊有多開心 第一手是擊敗全職的日本隊 哇! 拋彩帶了 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趙美!來!講一下 看到今天 這場比賽 黃鳳的日本隊 當然是不容易 這一次中華隊的表現 真的是 我剛剛也講過 不是說100分 因為表現的真的是120分 不管是 投手的表現還是 打擊的表現 尤其是打擊這一局 跟以往我們面對日本 都只靠單一的全聯打得分 跟這一次我們可以靠密集的安打 跟全聯打來得分 這個就是我們最大的一個突破 另外一點就是我們的投手 就是 接近完美的演出 這個也要歸功於 教練團 比如說 投手教練像王建宇在裡面 林樂平 投手教練 他的這個投手的調度 跟換頭的時機 在我的觀察裡面 幾乎是完美 真的是沒有什麼可以調度的 沒有什麼瑕疵 所以才會造就 其實這一次中華隊 拿下這一次12級冠軍 那也恭喜中華隊 那也恭喜曾豪舉手加油 真的是 為台灣 這是一個非常興奮高興的夜晚 這個 真的是值得進駐 這個等於是國慶日一樣 這個 明顯這一天要不要放下一天 這個真的是 恭喜中華隊 恭喜曾豪舉手教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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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